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学习SU炒不大事教育视频 我是阿强老师 上节课讲述了这个窗户 那么我们是准备 做上面是两块固定玻璃 那么下边我们也做一个固定玻璃 然后加一个可以开启的玻璃 怎么做呢 首先由于我们这个蓝色的 已经做好了是个框架 是个块 是个整体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双击它进来 把这个面M看去过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么它的上边也跟着有个位置呢 所以说啊 这样子就不怎么插蛋 这线出来了 因为它这么这里重叠了 那么我们这样子来 通过R从这个位置 把这个矩形画出来 好把这个删掉 那么这个也删掉 再点它同样M看去过来看一下 它就是比较短一些的 并没有包括刚才上一枚这一节 好 那么这样子过来 假设过来大概是800 好 我们把这个宽度做一下 也同样以50为例 过来50 好 回车 现在空格点下外面 那么它依然是个群组关系 是个群组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玻璃做过去 M看去从这里到这里复制呢 在中间 那么它小了 用S 就是说法之前讲过的 我们用这个九个格子 这边有九个格子的中间这一个 点击 往上面走 到这个边捕捉一下 好 对齐了 高度和式 那么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有九个小格子 下面中间各三个 好 这里点这个 然后往这个边对齐就行了 那么现在表示三块都是固定的玻璃 我们这边来做一个可以开启的玻璃 那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 换一个矩形 把这个矩形用M单独先拿出来下 露出来 好 然后给它用F 往里面走一个假设40毫米宽度的边框 把这个面Delete删掉 用P推个宽度 假设也以事实为例 那么这个东西 把它整个宽选 用B 把这个颜色点下 但是我们上一次点的是透明的颜色 说说它变得透明了 这不对 按Water间不松手 拾取这个颜色 蓝色 好 然后再点它 它就变成蓝色 好 给右肩创建群组 那么这是个块 把它M挪进去 刚才不是挪出来一个整 好像没有整数 那么在这个角点对齐过去 好 可以给它据终点点 那么从这里到这里 显示的是40毫米 我们就输入20一半 就差不多了 好 然后 可以再次把这个玻璃M 看取的方式 我们从这个终点 这个端点 复制到这个端 终点 就行了 好 那么它比较大 用S 从这个角点 拉过去 到这里 捕捉 好 上边 以这个地方 好 到这里 捕捉一下 那么 位置就出来了 然后可以把它 把它整个的都追个快 好 再把它M挪回去 从这 先挪到这个边缘上 好 那么它 到这个窗台 还有一个距离 从这 到这 显示180 我们就输入90一半吧 表示 里面的窗台 90毫米 那么外面 也是90毫米的 OK 那么这个窗户 就讲到这里 现在我们开始 给大家讲讲 关于这些 门的做法 大家请看 以这里为例 坏个矩形 把这个矩形 单独的M拿出去 好 这个面 删掉 这个也删掉 刚才那个烟管 弯住了 推一下 这边呢 F往里面走20 好 再把这个面 推下去 这是个烟管 排烟管 好 请看 那么这是一个门 我们呢 不仅有门 还有门套 那么门套的位置呢 一般会是在这个 里边 有个厚度 所以说 请看 我通过F 往里面 走一个大概 20毫米 表达门套的 那个侧面板 然后 请看 那么这个底边 我们不要 所以说 直接选择M 把这个面 把这个边 挪下来 对起 就行了 好 那么现在 这个位置 是咱们的一个 门套板 我们把这个 插掉 遮面 插掉 那么它的 宽度 大概应该是 那个200色的墙 减去外面 入户门的 门套的宽度 大概是50 那么还有一个 190左右 190 好 这是门套板 我们可以给它 换个颜色 假设我用 选择 先用红色表示吧 好 算计它 那么同样 给它 组度快 创业全组 现在我们 得要 利用 这个 里边的 这三根线 来 做一个 门套线 那么 我这样 以里边的方式 画一个 矩形 好 这个矩形呢 可以把它先拿出一下 我们到外面 画好 再螺举计 那么 现在 咱们 用这么一 把这个下边 删掉 然后 我们在这里 换个门套 那么 这个门套 现在它是立着的 要给它垂直 就是说 平着的方向 换一个 大概 宽度是 20 长度是60 这样子的 门套线 好 然后 稍微的用弧线 勾勒一下 它的这个 抛面效果 那么 就用两条弧线 三条弧线 大致表的下来 这样子的 在这条 在这个面上面 好 差不多了 多余的 这么一 插掉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利用 这个东西 利用这个 抛面 和这三条线 来做一个 路径跟随 选择这三条线 按Country 同时选择它 好 点路径跟随 再点它 门套线 就出来了 好 我也把它 宽选 然后用B 换个颜色 颜色 更大一致吧 点右键 创建群组 OK 那么然后 再来把这个 门套线 给它对齐 从这个位置 对齐 到里边的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 旋转的方式 如果这样子 拿过来对不起 我们可以按上 Country 要是复制 带移动的话 是这样子对齐 快一些 好 那么 这个多余的 三条就行了 这就是门套线 压住门套 的意思 好 接下来 把咱们 这种下 整个右键 创建一个群组 那么 再把它 挪回去 我们是 以这个 外边的位置 好 进行 移动到 刚才 这里来了 不对 位置错了 应该是 以这个 那边的位置 到这里 好 看一下 两边 都弄好 没有 两边 都 对接上了 好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 门套纸套 而这个外边 为什么我们 做呢 因为外边 有一个我们的 那个 防盗门 入户门 它的一个 门套 那么 我干脆 也给大家 演示一下吧 其实方法 是差不多的 那么 我们同样的 选择 这个边 还有 这个边 包括 这个边 这边 Aven Country 出来一下 假设一个整数 2000吧 那么 它的宽度 刚才这边 有留了一个 50毫米 大概是50毫米 70毫米 我留的是70 那么就以70为例吧 好 请看 我们在这边 来绘制一个 70的宽度 应该是 以这个角度来 好 绘制一个70 嗯 逗号70 先画个正方形吧 然后 宽度没那么多 可以这样子来 给它 画个弧线 好 就这么 简单的演示一下 那么 这个门套 实际上啊 它的这个外边 也是 有一个 门套线的 我们可以啊 通过 待会用 这里呢 也画个 60 多号60 好 把这个门套 我用弧线 简单的画下 那么现在 得要用咱们的 这个 和这个 同时 去做 我们呢 可以把 这个呢 稍微的 挖过来一下 Mtouch 复制过来 好 这边呢 再用A 换个弧线 就差不多了 那么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类似于 阳角的门套 好 同样 现在 顶上就三个线 然后 路径跟水 走一圈 这样包住了 好 换个颜色 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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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个换 群组 好 挪回去 刚才我记得是2000 那么现在 它就被包住了 这是外面的 入户门的门套 而这个里面的门套呢 那么跟我们的 这个红色的 就是说是定做的 入户的 这个半套 半变套 那么他们就 产生了一个收口关系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 所讲的这个门套的做法 希望大家能够 通过 看了我的视频 好好地认真地 练习一下 这一刻就到此结束 拜拜